业论除了画本之外 还有一个版本叫唐本 这个版本出于唐大烈的时候 唐大烈自立三 号叫立三 是清代比叶田是晚的人 他呀编辑了一本书 叫吴医会讲 吴啊是指江苏 因为他是古代的吴国 他是把江苏他那个时代的医生 给学生讲课的讲稿 或者是他们平时写的论文 还有别人口述的一些东西 他把它收集起来 大概有前后有十年的时间吧 编辑这么一本书 叫做吴医会讲 可以说啊 这是最早的中意杂志 那么其中啊 就收入了叶田是这篇论文 他叫什么呢 他放在第一卷里第二篇 他给他起的名字 叫文正论志 和唐本不一样啊 和画本不一样 画本叫文热论 在乌医会讲里边 这篇文章 唐大列起的名字 叫文正论志 他这个乌医会讲啊 在每个一家的每篇论文之前 他加一个作者小传 先介绍介绍作者 那么大家看看呢 他对叶田是这个 是怎么介绍的 我念一下就行了 叶田是名贵 好相言 这位大家知道了 天是是他的字 他的名叫贵 叶贵 好 相言 生重年代 咱们刚才说了 1667 1766 市居昌门外下堂 江苏无限 就是现在的诸咒 昌门外下堂 在这个地方住 舍住 文正论志二十则 他把这篇文章啊 叫做文正论志 分为二十则 也就是二十条的意思 乃先生游于洞庭山 在洞庭山游览 门人顾景文 随之舟中 以当时所语 信笔陆迹 一时未加修士 是以词文截取 与意烧乱 他有这么个评语啊 还认识啊 这篇文章呢 不倒好懂 语句啊 也有点混乱 读者不免会目 读者不容易看明白 类就是唐大列 不揣冒昧 切以语句少为调答 前后少为一罪 就说他进行了加工了 在语句上 他认为不通顺的地方 他给通顺通顺 给顺顺 前后次序 他认为有颠倒地方 不合适的地方 他给颠倒颠倒 前后能能为 进行了加工 为始会者明知 他的目的啊 就是让看不明白地方 让大家能看懂 至先生立论之要指 未敢烧耕一字也 就是大的宗旨 没敢变 但这点很明确啊 他肯定是进行了加工 语句少为调答 前后少为一罪 这就是画本和唐本 就不一样了 华学云 对这篇文章 没有暗语 他只加了没中 文章没有动 他加上他自己的小柱 在上边 没有动原文 他肯定是给动了 这点他自己说的很明确 所以这两个版本 稍微有不同 区别不是太大 但是个别地方 有改动 不一样 另外他说呀 是20则 实际上在无一会讲里边 你数数 是21则 他把它分了21段 他说是20段 他说丢了一段 他自己数丢了 这是原始的最早的啊 两个版本 画本呢 是分为 33条 分段分了33段 唐本呢 20则 实际上 是21则 分了21段 就他们分段不一样 从词句上 这个画本 应该说没有改动 因为他没有加说明 而且你看那语句 也都是原来的样 他经过改动了 后来流传的过程中 还有两个重要的版本 清代的医学家张南 字叫徐古 咱们习惯上啊 就从张徐古 张徐古 从唐大烈这个版本 为什么你知道是从这来的呢 他跟他这个原文是一样的 从唐大烈 这个无一会讲的版本里边 把它收进 他自己著作 一门傍客 他收进这本书 这个我补充一句啊 无一会讲啊 是1792年 1992年出版啊 画本最早是1775年 这是1792年 他稍晚一点 张徐古 把这篇文章 收到他的一门傍客里边 是1825年 出的书 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因为他把它从无一会讲里边 说了之后呢 他加了注释 唐大烈没有注释 张徐古收进来之后 他加了注释 注得不错 后世呢 很多都采用他的注释 但是在这个一门傍客里边啊 就不是这个名了 他又改了 在他这本书里叫什么呢 夜市文定论 画本叫温热论 无一会讲叫文正论之 到了一门傍客 叫夜市文定论 这个版本啊 也是大家所公认的啊 好本 为什么 他这个注释很重要 一门傍客 是1825年出版的 再往下 清代的著名文明学家 王世雄 字叫孟淫 他编辑一本书 叫温热经纬 这本书很有名 咱们后边要专题介绍 所以这我就不细说了 他在编辑温热经纬的时候 把叶田氏这篇文章收进来了 他是从哪引的呢 从画本引的 画本叫温热论 他给改名了 叫夜香炎外感温热片 你怎么知道 从画本引的呢 因为他所用的那条文 画本是33条 他把它分成36条 而且他那个文字 是和这个一样的 和唐本不一样 所以咱们知道 他是从画本引的 有的书生说 文热经纬 是从唐本引过来的 这不对 文热经纬引的原文 是和画本一样的 和唐本不一样 这两个版本的说法 他有不一致的地方 他从这引 他最大的特点 他拿画本和唐本 这两个版本啊 进行了校对 凡是唐本和画本不一样的地方 他都写上 唐本怎么怎么着 比如说这句话 唐本做什么什么 他引的不是画本的原文吗 他下边坐上 在唐本又怎么说的 这几个字 哪个地方不一样 他做了个校对 凡是不一样的地方都有 把两个版本对着叫 同时 他又引了张徐谷的注决 大家看过热经纬啊 凡是有注册的地方 头一段 不写张徐俩的 都是张徐谷的注册 所以往往啊 这条条文完了以后 下边就是一段解释 这条解释不标明的 那就是张徐谷的注册 他也引了别人注册 引别人注册 他就标明 标上是谁说的 凡是不说 都是张徐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 他自己 每一段都加了暗语 他这个暗语叫什么呢 叫熊暗 他不是叫王世熊吗 熊暗 就是他自己的暗语 前边是张柱 后边是熊暗 为什么强调这个呢 张柱里边 对叶天氏这篇文章 做了很好的阐法 做了很好的解释 当然也有解错的地方啊 也有解错不对 王孟英也批驳他 对的他肯定 不对的地方 王孟英就给他驳斥 他自己这个暗语 非常精辟 里边好多内容 对叶天氏的原意 进行了产发 基本上没有错误 他这个暗语很重要 发表了很多自己的观点 他还有发挥 而且呢 他这个版本 是两个版本对教来的 你一看 你就看他这个 就知道画本怎么说 这唐本怎么说 两个都有了 所以呀 人们认为 这个版本 最好 所以后世 一般读叶论 读这篇文章 都采用这个版本 因为他很全 既有张柱 又有熊岸 同时把画本和唐本 两个都对照了 可好 你既然是 从他这本书里头读 那当然就叫他这个名 所以后世一般习惯上写文章 都这么叫了 叶祥言外感温热片 把这名字呢 一般都挪在外部了 这叫外感温热片 所以虽然他名字很多 温热论 温章论志 夜市文病论 叶天安外感温热片 名字很多 但是呢 后世一般 就用这个名称 就这个道理 那么关于这两个版本的区别啊 王孟英啊 他对唐大烈改动原文 挺有意见 我念一念他说法啊 他在这个外感温热片的 雄案里边有这么一段话 雄为言论次序 就是我认为 夜天市言论的次序 一记井井有条 所以那原文呢 井井有条 而词句并不难读 何必以前最后问几张法 所以唐大烈啊 没有必要给人前面后面挪动 把人家章法反而紊乱了 人家原文就很好 而第三章 就是第三条 就是温章论志里边的第三则 如玉女坚 去其如字之类 人家原文呢 在画本里边是如玉女坚 唐大烈认为这词没必要 把这词去了 就变成玉女坚了 如玉女坚和玉女坚不一样啊 夜天市用的玉女坚是加减玉女坚 不是原方 不是张景岳玉女坚的原方 所以他把这如字去掉呢 就变成玉女坚了 所以像这一类的错误 他说不少 所以他说这么一改呀 书师庐山真面目 你看不出你原来的面目来了 所以他 知细仪华本丁正之 都给加以丁正 咱们举个例 在这个唐本的第三则 在画本里头啊 荆出唐本是第七条 在王孟英的温热经纬 他给他编排的是第八条 他们因为分段不一样 这个问题不大 都是这句话 唐大烈加工之后变成什么呢 大入营者 有可透热 扔转气氛而解 画本原文 没加工 入营有可透热转气 这就是唐大烈认为啊 这句话说的不好 他不前后少为一锥吗 加工了吗 一样不一样 一般都说 他加工之后 两边差别不大 影响不大 这一段话影响大了 不是一般的大 大入营者 和入营 一样不一样 乍是初啊 刚开始啊 那就是初入营者 也就是营分证初起 他是啊 由位分入营分 初起阶段 既有位分的表证 又有营分的热胜伤音 营热音伤 他的意思就是说呢 在由位分入营分的初起 因为位分证还未完全霸 所以呢 仍然可以 透热 用透热的药 使营分的热血 带往外透 从气氛再透表而解 他讲的是这个阶段 这句话 入营 没有大字 那就是说 营分证的全过程 不光是初起 整个营分证 就是营分证的后期 只要没进入血分 都可以用透热的方法 使他透转气氛而已 这个范围一样吗 这个是指 由位入营的初起 那么营分证的后期 他就不包括了 这个不光是初入营 整个营分证 都可以透耳转气 这个范围呢 绝对不一样 所以 这种说法 是错误的 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再比如说 叶田说一句话 大家都非常熟悉 这句话很有名 话本的原文是这么写的 热病救阴有益 而同阳最难 那是讲的 温热和湿热两种病 温热伤阴 虽然很重 但是还容易 湿热病 阳气不通 湿血恶阻气急 导致阳气不通 同阳最难 你先来讲 救阴不带血 这救阴和补血不一样 血虽然属阴 但是我们说 温病里边的救阴 和血没关 是指的阴液 是指的金液 而在 金液和汗 人家没说 金怎么着 汗怎么着 就这么说的 唐大帝人觉得 这话呀 说的不完善 他加了一个什么呢 这给加了个补 救阴不带补血 这有用吗 不带血呢 就肯定 既不是补血 又不是活血 肯定跟血没关 你加这补字 毫无疑义 而这儿呢 儿代金与汗 他来加了一个 儿代养金与测汗 他都给加字了 养金怎么解释 还可以解释 生金液吗 测汗 怎么解释 挺费解 所以后世啊 解释这个字啊 都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总的来说 像他加的这个字 没有必要 人家叶先生 这讲的已经很清楚了 你加什么 这两个版本啊 你看它不就这么几个 都是差别吗 实际上不一样 那为什么我们 对这一篇 讲的内容这么多 后世 为什么对这篇 特别重视 因为啊 这一篇 是文病学派 形成的标志 有这篇文章 文病学派 就从商汗 独立出来了 就自称一派 没有这篇文章之前 文病就包括在商汗里边 为什么这么说 咱们引脸段话啊 在外表文热片里边 这是第一条 这段话啊 是外表文热片的第一条啊 它一共是43个字 你说说 怎么说的呢 文学上寿 首先贩费 逆传心包 费主气属胃 新竹血属赢 便赢为气血 辞与沙寒同 若论质法 责与沙寒 大义 这段话讲的是什么 这段话讲的是 文病和沙寒 病因 初起 邪气 侵犯的途径 所侵犯的部位 发生发展的过程 整个的不同 那么在他以前 没有人提的这么明确 是吧 治王安道 是脱缺伤寒 变成温定 王安道也没说这么明白 温鞋上寿 是对伤寒下寿来的 对寒鞋下寿来的 寒鞋首先犯的是太阳镜啊 温鞋首先犯废 这段话我估计 当时固定文记笔记的时候 关于伤寒的问题没记 所以就孤零零零光升了温定了 他讲 逆传心包 伤寒没有逆传心包 另外 说一下哪些荡气呢 废主气属胃 废道 逆传心包 心毒血属营 这里边提出胃气营的问题 传变过程 伤寒也是营胃气血的损伤 温定也是营胃气血的损伤 但是 若能治法不一样 为什么呢 韩上瘾和温上瘾不一样 那么大家分析分析 韩和温两种邪气 都是上瘾 有什么不同 所谓营指的是什么 营指的是血中的金液 韩上瘾风上胃 那么温定也上瘾 血中金液感受寒血以后是发生什么变化 怎么叫韩上瘾 是阴阴凝制对吧 血液流动的色质了 为什么色质了 是血凝住了 为什么凝 是因为寒导致的凝血 所以啊 伤寒的凝血是寒凝 由于寒血把血给冻住了 像水浴寒结冰一样 是冻住了血液损伤没损伤 血液本身并没有减少 所以用麻黄糖发泡 把寒蟹散了 那冰就化开了 血液就照常流动 用不着补血 用不着养育 温热血气上瘾不一样 温热血气是消耗了血中的金液 使血分 血中的金液减少 所以 它是热凝 由于热消耗了血中金液 水分少了血液凝聚了 你必须养育 所以温病的救瘾 而在浸雨汗吗 必须要养阴 而绝对不能发汗 要补充血中的金液 水分充足了 血自然就化开了 这个是要加温 让它化开 这个是要加水 让它化开 一样吗 都是上瘾 所以 营味气血的损伤 在伤寒也好 在温病也好 用的都是这四个名词 但是 治法 大不一样 所以这个问题啊 咱们后边再具体讲 这我就是举这个例 这段话 大家别把它只看成是对温病的论述 实际上 这段话讲的是 韩文之变 是伤寒和温病的区别 伤寒是韩语血 温病是温血 这是邪气的性质 侵犯的途径 温血是上手 韩血是下手 侵犯的部位 伤寒是先侵犯太阳 温病是太阴 废 传变的途径 向你传变的过程 伤寒 一日太阳 二日扬明 温病 是逆传心包 这他没有提顺传 顺传是到位 逆传是到心包 另外提出病变的部位 先带肺 然后传到心 所以啊 伤寒温病虽然都是 因为吸血的损伤 但是因为邪气的性质不同 对因为吸血的损伤 表现形式不一样 所以制法就决然不同 这段话很明确 一共四十三个字 把寒和温就分开了 所以 这温病就不能用伤寒法来治 他就自己形成学派了 那么你说温病怎么治 你既然说 若论治法得与伤寒大一也 你说怎么办 他不是光把问题提出来 而且啊 他在第八条 是按照文社经纬的分法 外国文社篇第八条 这么这段话 我这本子乱看了 分的写的 他说大凡看法 加凡字 继续规律 又说对温病的发展规律 怎么看 未知后方言气 未分到气分 赢之后方言气 名分传当血分 中间没说 我们一般说胃气 赢血变症 这是为什么把它断开 胃之后方言气 这是一个大阶段 总归还是在气分 是功能性的变化 赢和血 是实质性的损伤 这两个程度不一样 静止不一样 所以他把它断开了 实际上 是气之后就是赢 这个问题咱们以后再讲 这段话很有学问 他没连起来说 胃之后方言气 赢之后方言血 气和赢之间 是质的变化 胃到气 赢到血 它是程度的轻重 可以说是量变 气到赢是质变 不是程度不同了 是本质发生了变化 总而言之 温病是这么个发展规律 首先点出来了 创立了胃气 营血 变证 这是从温病的变证体系来讲 叶天市明确的提出来 用胃气 营血 变证 在他之前 这个变证 是没有的 咱们刚才提 原体案 政治新传 提过 胃份的问题 营份的问题 但是呢 他们又把它联系起来 也没有说怎么传遍 没有叶天市讲的 更连贯 更深刻 这是传遍规律 然后 这四个阶段 每个阶段的制法 在胃汗之可以 那么说 携带胃份是表证 让他出汗就可以了 这个汗呢 是史宗慈 使他出汗就可以了 可不是只发汗 怎么能使他发汗 刚才我提了 华秀云有一段没住 讲得很好 新凉开肺便是汗气 就用新凉疏透的方法 使邪气透出去 这就叫汗气 并不一定 非得发汗 所以他的汗之可也 不是用拉宝贵之去发汗气 是指透热 在第四条还有 他还讲 代表出用新凉情记 用新凉情记 来透热 倒气才可情记 那么胃份证 进一步发展 不就气氛症吗 倒了气氛才情记 情记当然是用寒凉的要求热了 这个不用讲 很简单 强调 必须得倒气 才能情记 为什么 在胃份证 不能用情记法 胃份虽然也是热证 但它是表热 不能过早用寒凉清理的药 过早用寒凉清热的药 反而把阳气给饿住 饿乎阳气 使邪气不能外达 这是强调 清气法 必须倒气才可以使用 胃份虽然也是热证 不能用 肉营有可透热热气 邪气到了营份 是进入了血脉 消耗了血中的经验 到这个阶段病情 当然和气氛和胃份不一样 因为它是实质性的损伤 胃份气氛是功能的失调 这个阶段 伤了血中经验了 但是 还仍然可以用透热转气的方法 使进入营份的邪气 再从脚透出来 后边这个药 膝脚 悬神 领阳脚等物 都不是透热转气的药 为什么 在这儿 就已经提出来了 有矛盾了 膝脚 悬神 领阳脚 都是轻盈凉血药 不是透热转气 为什么 你这条是第八条 和前文第四条 联合起来看 结合起来看 那边讲了什么叫透热转气 这边它呢 补的是凉血药 我估计啊 过境文记笔记的时候啊 它来不及 有点手忙脚乱 前面就了透热的药 到这儿呢 它又把凉血药给补进去了 这个将来咱们讲原文的时候 又给大家详细分析 这个地方讲的是什么呢 轻盈凉血药 若盈 应该怎么治呢 轻盈凉血 揉 膝脚 悬神 领阳脚 热血药 在这个轻盈凉血的同时 还可以配合透热转气 使这个邪气有出路 像体表而透 用什么呢 你写个 轻轻 轻轻的要向外透 后来吴俊通给他补上了 吴俊通讲应什么呢 银花莲窍卓叶 秦云汤这儿不有吗 所以他这个呀 讲的是大法 盈凉症的大法是良盈 但是还可以配合透热转气 这个学生呢 寄了良盈的药 把透热转气这个词寄上了 就是出矛盾了 这不是原文的错误 你和第四条结合起来看 底下血分症 入血旧孔 耗血冻血 耗血是消耗血中筋液 冻血是鼓动血液 使血液溢出麦外 导致出血 所以血分症的特点呢 讲的很明确 一个是耗血 一个是动血 既消耗血中筋液 那么就是说 比盈分症又重了 同时又可以导致出血 在这个时候 你别犹豫 也别透热转气了 只需量血散血 用量血散血的药 这个地方不是如二是加 在凉血药里边加什么呢 生地 单皮 恶椒 赤勺 当然了 生地 单皮 赤勺 它本身也是凉血药 但是在这儿为什么叫加 生地在这儿是资因 通过资因来散血 恶椒也是通过资因散血 单皮赤勺 在这儿是活血 资因和活血合起来是散血 在这地方 加这几个药 是强调它对散血的消散于血 对我们对我们后边来讲 这只能是大概体体 讲得很清楚 在胃分怎么治 在气分怎么治 营分症怎么治 血分症怎么治 最后 尊散告诫 否则 你不按我这说法 前后不寻缓急之法 因为那样 胃气应血四个阶段 它有个缓急行政的问题 所以你看它用词 在胃 汉之可也 胃分症很简单 用清清药物 使它透出去就可以了 作为气分症要用清清法 但是也不急 如果胃分症没办 还得解表 不能上来就是大剂量的含粮 这也不着急 入营 轻营凉血的同时 还可以考虑向外透 还不急 到这儿入血 旧孔好血 动血 只需凉血三血 急不急 不用词啊 非常明确 所以前后 有轻重缓急 你不遵循 我说这个 因为他人家是叫徒弟啊 跟徒弟讲啊 不遵循这个法则 绿气动手变错 你动手就错 你一看有热 上来就是石膏 黄连 那是胃分症 是表热 不是气分症 用早了 把含血给冰住 热血给冰住 反而破发不出去 所以动手变错 反之黄章 第一条 是43个字 这是92个字 那一条 讲了伤寒和温病的区别 从各个角度加以区别 特别是执法上 这个地方就告诉你 温病的四个阶段 怎么治疗 非常明确 甚至用什么药 都给你点出来了 当然不止这一条 其他条还有 你要前后互相补充着看 这一条是刚领性的 提出了胃气性血变症 提出了四个阶段的传变 提出了四个阶段的治疗法则 给后世 提出了 明确提出了理论一句 所以我们总结叶天士的成就 他的贡献 第一 韩文分论 也就是说 明确的指出了 伤寒文病 学习性质的不同 传变途径的不同 那么导致疾病以后 发生发展 发展变化的规律不同 治疗法也不同 第二条 创立了胃气性血变症 明确的提出来 文病是按胃气营血 逐步深入 他不管是提出了变症 而且 指出了四个阶段 很明确 每一个阶段的治疗法都有 就根据这两点 他就创立了文病学派 那么文病学派就从伤寒学派分立出来了 病因不一样 侵犯的部位不一样 传变的规律不一样 各个现在治法都不一样 那他还能在伤寒里边吗 所以 我们说 他是文病学派形成这标志 一共多少字呢 43加92 135个字 关键在这两段 当然了 不光是这两段 其他的还补充 最典型的 最明确的 就这两段就够了 所以话不太多呀 他提的太明确了 因为你有所遵循了 文病就这么传遍 未分证怎么治 气分证怎么治 你就会了 人家给你指导的很明确 所以说 他对后世 异陷太大 再有 他不仅如此 他还 丰富了 丰富了 诊断学的内容 这个诊断学 咱们笼统的说 他不光是丰富了 文病诊断学的内容 他对整个中医的诊断学 都有贡献 为什么呢 因为文病的诊断 也是中医诊断的一部分 在哪些方面呢 比如说 变蛇 中医诊断学里边 望诊很重要的是望蛇 在文病的望蛇上 他讲的非常细 在这篇里边 有好多内容是讲望蛇的 再比如说 验齿 他提出来啊 在文病 望蛇之后 亦须验齿 不管看蛇 还要 看牙齿 齿为 甚至于 银为 未知落 就讲啊 牙银 和胃经有关 牙齿和肾经有关 所以热邪 不躁未进 必好甚业 你先就讲了 是什么什么样 是胃热 什么什么样 是身盈亏 讲的非常明确 而且这个在临床上呢 非常实用 再有 温病啊 很容易发斩 发白胚 温热病 发斩 湿热病 发白胚 那么他对 班 什么形态 什么样的班 是到了哪一阶段 应该怎么治疗 诊应该怎么治疗 白胚 应该怎么治疗 讲得很清楚 这些都是以前 别人没有讲这么细 特别是白胚 很少有人提到的 他讲得非常清楚 丰富了中医诊断学的内容 所以这篇文章啊 一共五千零几个字 他那贡献 是无可替代的 前人那么多论述 咱们不能说人家都是废话 前人那么多论述 都在不断地吩咐文明学的内容 但是呢 都没有真正把文明学 从上海里边读了出来 形成一个学派 叶天士 做大卵 所以后世啊 把他说为 是文明学派的 创始人 也就是说呀 他是这一派的大宗师 可以说是鼻祖啊 是这个学派 真正是创始人 是叶天士 刘元素 主张 含良情热 是文明 他只是奠定了一个基础 因为他没有把文明形成 一个变政论的体系 这个体系 真正的形成 实在他是 所以叶天士 后人呢 对他的评价非常高 就是我们今天 你再研究文明学 还是遵照他这个理论 就是说他对文明学 有重大的突破 形成了一个学派 从他形成以后 到今天 没有人再能突破他 到今天为止啊 还没有突破 所以他的贡献呢 是任何人也不能提代的 下面咱们再介绍一篇文章 叫失恶病篇 才是失恶病 辩章论者的一篇 重要的代表性的文献 因为他很早 他仅靠演言师 这个作者呀 据传说啊 是学学 名字叫学学 字 生白 号 一条 他的生中年代 活着90岁啊 1681到1770年 生年比叶天士晚一点 做年比叶天士更晚 叶天士活80 他活90 也是无限人 和叶天士 是同时代 同乡 都在苏州城中 学学呀 他们 应该说呀 是个诗人 同时呢 他还会画画 还兼计单轻 同时呢 他也懂医 但是啊 他自己 不说他是医生 就这么个人 这个人呢 很多才多艺啊 他的著作不少 他的著作主要是诗词方面的 例如说 80年代 咱们 翻印过 一条诗话 就是他 讲诗词的 不是诗啊 是诗话 那么 这篇文章 和他有什么关系 据王孟英 在文热经纬里边 介绍 这篇文章 从哪来呢 最早 建于 书松磨的 这段这么写的啊 原书就这么写的 一时秘技 就这本书 这里边啊 他有一篇文章 叫做 湿热条辩 他不叫这个名 叫湿热条辩 这个湿热条辩呢 一共是35条 在后边有个小柱 说是学生白做 然后呢 又建于 江白仙 江白仙呢 他把这篇文章 说你去了 在他这个版本里头呢 是说了20条 又说35条 后头又加了11条 这不31吗 但是 他和 一时秘技里边的35条 排列次序 边次不一样 内容也不完全想懂 吴紫英 这本书有啊 吴紫英的温热遮言啊 是从江白仙那本取出来了 怎么取过来的呢 江白仙原来啊 他就是选了 陈平博的文章 选了陈平博的一篇论文 然后呢 把这12条片 这20条加11条 搁到后头 前面是陈平博的文章 后面是学生白的文章 吴紫英呢 把这两篇文章给拿过来 前后次序 是陈在前学在后啊 他把两人给合一块了 成了一个人的书了 很含糊 张旭谷啊 从这 把他收入了 他的一门半刻 他前面收的是 夜市文明论 夜天市的文章 后边 把十条条片 收进去了 他都夹了注册 所以啊 我们现在看到的 早期的 是从张旭谷那来的 王孟英这个文章 不是从张旭谷那来的 张旭谷 是叫十六条片 他从哪来的呢 他从他一个朋友 那得的 这个朋友给他的呀 是46条 这比他们多 他这个文章呢 比较完整 和那版本对照 比他们全 他把他收入 文热经纬 收入他的书里边 他叫学生白 十热病天 这篇几个名 这篇文章就这么来了 所以王孟英说呀 这个文章的版本 非常混乱 早期那些人的课本 跟他所收的这条 也不一样 内容也不完全相同 他这个呢 也是别人的手抄本 但是呢 比较完全 所以这个后人就考证啊 就包括王孟英 这篇文章到底是不是学生白写的 拿不准 一般认为不是 所以学生白 他不承认他是医生 只承认是诗人 不承认是医生 这篇文章我看 我自己看法 也不像 为什么 学生白的诗写得挺好 学生白的诗啊 曾经 收入 清朝大师 圆没的随原实话 那里边都有他的诗 为大家演一段啊 他这个学生白的诗啊 是提墨兰诗 是他画了一幅墨兰图 然后呢 上面提的诗 这么少诗啊 这诗写的呀 不是太高 一般 我字如何写储词 储词是诗的较名词 但是我是诗人 我本来是写诗的 为什么啊 你这个朋友 让我给你画一个墨兰 如何人换作兰值 风情语露经叹变 他指的是什么呢 用墨啊 你当画墨兰 他墨有深浅 有能有弹 他指的是这个 在我这张画上 你看看 一笔合唱词画 哪笔画像是一个画师画的 我是个诗人 我不是画师 你非得让我画 我给你画了一幅 画的不好 这是个签词 从他的一条诗画 我看过他的一条诗画 还有他这个诗来看 这个语句啊 都比 时热病片也好 时热条片也好 比他那个文字 水平要高 那个文章比较粗糙 所以我觉得 也不像是学生白写 但是为什么都叫 学生白时热病 都给他搁上 因为学生白 在当时和叶田石齐鸣 在苏州啊 他也是名义 你看那个 陆定土的冷卢一画 这本书大家看过吧 这挺有名的一个一画啊 里边讲了好多小故事 就讲叶田石和学生白的小故事 因为他们同城的人呢 学生白看病是不如叶田石 但是呢 在苏州也是大名 是因为他很有名 你要拖叶田石的名不好拖 因为叶田石的徒弟多 你拖不了他的名 所以呢 就拖学生白的名 我觉得也是个透明的作品 咱们现在不管他是谁做的 就说是学生白的食热病人 也无所谓 看他的内容 这个内容对食热病的病因病激 和变成论治讲得非常好 这文字不好 内容好 就从一理上讲 是相当不错 可以说啊 补充了叶田石的不足 叶田石的外感温热片 虽然既谈温热又谈食热 但是他毕竟重点在温 食热谈的少 他这个内容呢 就补充了叶伦的不足 张旭谷 把这两天都收到一门半喝 王孟英 把这两天都收到温热经纬 张旭谷加了注释 王孟英加了暗语 这两天文章并行 最后是治疗温热时热 知道很大 那天是谈时热 没有他谈的内容那么具体 所以呢 他在同时代出来 最后是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还把这个文章啊 还提出来 特别强调一下 所以清代呢 一说清代的著名文明学家 四大家 叶学吴王四大家 叶田石 学生白 吴居通 王孟英 叶田石嘛 无可生意 林郑指南一案那边 有大量文明的病例 另外 有温热论断 这个否定不了 吴居通 有文明条片 王孟英 有温热经纬 有重庆 随喜举火烂论 有很多著作 学生白的著作究竟是什么 就是这些 他没有其他关于内容 他的曾孙 跟唐大列 谈话 叙述了一段话 唐大列给加到吴一会讲里边了 那不是关于文明 所以啊 把一学生白提的地位这么高 就是因为这个 因为他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关于这个清代中期啊 乾隆以后 文明学的形成过程 从叶天志开始 一直下来 到五居通 王孟英 今天呢 咱们主要是 讲了叶天志 今天就在这儿吧